嘩嘩嘩 我們這次到底開箱什麼呢 一起來看看就知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居城貓仔 Hello 大家好我是居城貓仔媽咪 我們很久沒在鏡頭前跟大家見面了 我覺得觀眾是想看暑 都去看我們 所以這次我們就叫Kooky出鏡 Hello Kooky 我們先Hello Kooky 想走路啊 她很跳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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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路啊 哎呀 走路啊 走鼠啊 其實為什麼我們這次會在鏡頭前跟大家見面呢 主要是想開箱這隻小鼠 蛤? 小鼠是開箱的嗎 小鼠是呀 因為這隻是無尖公仔鼠來的 不是她 她是真的 我們找人弄了Toby 為什麼只是弄Toby的 原因是一會兒先說 我們先開箱吧 這次是真開箱來的 因為我們都沒見過這隻公仔的 那我們開箱吧 好 Kooky 我們開箱好嗎 Kooky 先拆開箱 我們真的連郵寄來的箱都還沒拆的 哇 箱這麼漂亮 對呀 箱真的很漂亮 是禮物的樣子 Kooky 那我們來開箱了 Kooky 你看不看呀 讓Kooky先吃東西 Kooky肚餓了 哈哈哈哈 Kooky 嘩 看一下先 這個就是Toby了 我們放在Kooky的隔壁對比一下 尺寸 好像很小隻 嗯 你好 你好 她真的很旺啊 Kooky 你好 你記得她嗎 你應該不認識Toby的 是會見過的 有見過的她們 是嗎 Koo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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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像的地方就是鼻子啦 Toby的鼻子是凸出來的 但是公仔就凹了下去 不過都要讚一讚她的毛色好似 尤其是背部這支啡色的毛毛 沒有想到她們會這麼細心 加上一支啡色的毛在上面 因為Toby背部真的有一小塊啡色的毛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公仔值四顆星啦 哈哈哈哈 開箱就開完啦 雖然這個無千公仔不是跟Toby完全一模一樣樣 但是見到她都很安慰 好像見回Toby一樣啊 其實今次開箱 我們除了想和大家一起看一下這隻公仔之外 還想和大家介紹我們是用什麼方法 紀念以前養過的倉鼠的 我們通常會在發現小鼠走了之後 就剪少少倉鼠的毛流來做紀念 因為小鼠身體會腐化或者變成灰準 但是它們的毛就可以永遠留在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方法留著對小鼠的回憶啦 我們這兩年總共有三隻小鼠走了 為什麼我們儲得兩盒毛毛呢 Toby的毛毛走了去哪啊 Toby那時候走得太突然啦 我根本來不及反應 於是就忘了留下她的毛了 所以今次我就決定用Toby的樣子 訂做這個毛煎公仔 希望可以留一個紀念啦 不過找人做一隻毛煎公仔 真的挺貴的 我們隔過價 最貴的連運費要1300元港幣 所以我們這隻在英國訂的公仔連運費 只需要七十多磅 即是大約七百多元港幣 已經算是便宜的啦 另外我們在網上見到 都有些做毛煎公仔的材料賣 如果大家想要一隻毛煎公仔 而自己手工藝又好的話 可以自己試下做 這樣就可以開花點錢啦 見到那個公仔 真的很想念Toby啊 如果大家想看Toby是一隻怎樣的倉鼠 歡迎大家按這裡看看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這集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影片就訂閱和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